所以你也喜歡BL喔 對啊 我入府不到一年啦 應該是因為看了 保經理人的漫畫 你那個漫畫很重口 因為開車很好看 不過我還是很看重感情的 不是一定要開車才可以 不用不好意思 我也有看 我懂 其實我會看保經理人 就是那個我等一下要來那個朋友 他推薦的 他也喜歡BL 那他本身是喜歡男人嗎 他喜歡女人 而且他心中的白月光 到現在還在暗戀地方 心裡有白月光 又是個符人 哇塞 他是稀有物種耶 他是啊 你等一下看到他 千萬不要說出他是符男這件事 他臉皮比較薄 喜歡BL又不丟臉 也不是啦 應該說 他個性很內向 很容易害羞 雖然他是一家公司的副總 其實他畫很少 看起來很遠淡 不過仔細觀察的話 會發現他很細微的小表情 很可愛的 天才是個好男人 是 他很好 而且 好善良喔 比如說 有一次 我惡作劇 假哭 被他發現 他 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給我面子擦眼淚 接著 我想用手機透露他 又被他發現了 他居然建議我說 可以靠近眼睛 是因為會比較清楚 從頭到尾都沒有生我的氣 他屁股老大 你才遇到你這種人 被你誇成這樣 讓我也好想認識這個人 你等一下就認識啊 你來了 這邊這邊 你吃了塊半包不會冷嗎 我需要冷靜 不需要 這是我們第一次合作 過程中有什麼不滿意的 你就要說出來 這樣合作才會越來越愉快 我說過跟才會的碰面 我會安排 安排什麼 吃飯 翔哥 不期而遇 能安排什麼我都想得到 一點心意都沒有 你幫我安排的重口味 俯男人社 應該先跟我商量吧 你有心表情耶 梁靜芬 你認真一點 我很認真 魏宇全 你怎麼還搞不懂啊 不管起頭是什麼 過程是什麼都不重要 結論才是王道 現在我們有三個人的群組 共同的話題 隨時都可以拉近距離 而且 我還特地鋪定了你的深情人社 什麼意思 我跟他說 你有安排心中的拜月光 你跟他說了 痛啦 為什麼又真是熟啊 幹 你在做什麼啊你 我們現在是陣線聯盟 我不會出賣你 我在幫你放熟啊 幫拜你俯男人社 就是要打破他對你十多年來的看法 先破壞在建設 你懂不懂啊 遇到白玉光的時候 他什麼反應 那時候不知道我說的是你 對你很有興趣 因為也是喜歡女人的腐男 放心喔 接下來該怎麼做啊 接下來你就多表現出 害羞的感覺 然後我會灌輸他 你深情的一面 當他對白月光產生好奇的時候 發現你竟然是自己 哇 宇全 你的低於負貧 就可以被超渡了 你確定 那我講幾遍啊 拜託啊 我可是看片男男女女的 一兩性專家 對啊 聽你這麼一說我才想起來 你是專門拆散男女的兩性專家 拆散跟創合 都是一日之間的事情 我都很擅長 老師你聽我的就對了啦 我會讓你們休閑進去 記得害羞府男人線喔 爸 我對晉芬是真心的 梁晉芬 管很大 喜歡你 梁晉芬 管你 太可怕了 其實我今天來 是想邀請你們 天去參加我朋友的畫展 既然是凱琪盛情邀約 那我們也得盛裝出席才行 你是不是喜歡上她 Sandy那群人在等著看的笑話 他們都在傳 說管很為喜歡 喜歡男人 我會證明給你看 那些傳我八卦的人 最後只會自打嘴巴 所以你是真的喜歡玉頭酥 還是 你只是在隱藏自己的真心 為了證明我的真心 只好直接用吃的 我覺得 玉頭酥 很好吃 好 好